皮肤检测仪呢 它是用高端的AI技巧 提供非常精准的一个数据 它可以前后比较 回溯我们的治疗 是否需要有什么进步跟改善 嗨大家好 我是蔡红医师 医美前呢 必须要了解自己的皮肤状况 是因为说呢 在不同的生活环境 不同的压力 不同的一个季节呢 皮肤会呈现不同的一个反应跟状况 夏天我们可能是油性肌肤 到了冬天啊 反而是有点脱皮 甚至有的人 到了夏天是很油 可是却泛红敏感 有的人皮肤整个干燥脱皮 反而却满脸痘痘痘痘化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 精准的一个诊断 才可以做出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所以在复医美前 我们必须要给医生看诊 再配合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仪器检查 根据当下的一个状况 做出最精准的一个诊断跟治疗 皮肤检测仪呢 它是用高端的AI技巧 提供非常精准的一个数据 例如说毛孔啊 黑头啊 色斑跟皱纹 色斑的部分呢 其实在临床上 最令人困扰的就是肝斑 肝斑的部分有分血管性肝斑 色素性肝斑 真皮层肝斑 还有混合型肝斑 它可以做不同的一个分析 可以分析血管的分布 色素的一个生成度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呢 办患者决定怎么样治疗 它可以前后比较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前后比较的一个差异性 回溯我们的治疗 是否需要有什么进步跟改善 是不行的 因为肌肤检测仪啊 它虽然提供非常精密的一个数据分析 但是啊最主要的还是要临床的一个看诊问诊 因为肌肤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一个变化 我们要询问它对热的反应啊 情绪的反应啊 睡眠的反应啊 很多一个重格的问题 看诊还是最重要的 建议民众选择 有卫福部通过的一个合格的诊所 跟专业的医师 对自己的权益才有保障哦 其实有任何保养的问题 都可以经由肌肤检测 来更了解自己的肌肤状态 例如说自己是油性肌肤 该性肌肤 还是敏感性肌肤 还是自己的毛孔粗大 皱纹跟黑斑的问题 都可以经由这个肌肤检测仪 更了解自己的肌肤状态 也可以让医生帮患者选择 更适合的一个疗程跟治疗 不好意思 我讲到五个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哦